中国广东省东莞市大力扫黄已见出见成效 那也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2月9日 广东东莞市多个娱乐场所被曝光存在卖淫嫖娼等违法行为后 东莞警方当晚对全市娱乐场所开展统一清查行动 记者10日走访东莞多个乡镇和市区 发现受警方的扫黄行动影响 当地的多个娱乐场所纷纷关门歇业 往日霓虹闪烁的南方不夜城瞬间暗淡了不少 应该要打击 多人打击 要提起东莞他们都觉得很乱 就是说东莞很乱 就是不怎么想来 不怎么喜欢东莞 没有在广州那么的文化细腻 对于此次警方扫黄行动 不少东莞市市民表示支持 认为类似事件对东莞的影响很大 打击色情行业有利于提升东莞城市行销